仙童不敢应声 只能使劲拿眼睛去抠悬疑 嘴绝得快能挂油瓶了 悬疑爽快地应声 是我 陌生的神君扭头望向他 他身量颇高 身上穿着一件浓紫色的长衫 上面绣满了金色的悬鸟 显得十分华丽甚至花哨 然而穿在他身上 就是特别合适 特别好看 挑不出半点错 悬疑盯着他额上坠下的火红宝珠 看了许久 宝珠色泽浓烈鲜艳 十分夺目 他的容貌 在这璀璨宝珠的映衬下 非但不失色 反而更加浓烈俊美 除了清艳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可以称为俊美的神君 哦 为什么 他的语气里 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清和 乌黑的眼睛 仿佛天生就带了三分笑意 令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 悬疑喝了一口酒酒归原茶 慢悠悠地说道 因为这里以后 是我要住的地方 他一见冰桌上的茶雨糕 便立刻凑过来 酒酒归原茶和马脑白雨糕 他的声音听起来 有种一本正经的控诉 怪他居然会这么享受 悬疑屈指一弹 一只金银剔透的冰椅落在对面 他客气地邀请 要不要来尝尝 他果然毫不客气地坐下 姿势俊雅地端起冰茶杯 酒酒归原茶 单独喝胃苦 马脑白雨糕单独吃 却又太甜 这两样在一起品尝 滋味才最好 你真懂享受 他赞不绝口 悬疑笑眯眯地看着他 他也笑眯眯地看着他 两人一面吃一面笑 这场景怎么看 怎么透着一股诡异见 一旁的仙童终于忍不住 轻声道 公主 这位是九天凤凰青阳室的 少依神君 是您的十二师兄 少依神君 这位是刚被帝君 收入座下的新弟子 中山龙神 竹阴氏 竹阴氏的悬疑公主 今年九千七百岁 少依神君笑颜颜地打断 哼 我知道 悬疑奇道 少依师兄 连我的岁数都知道 少依笑得更加亲切 哈哈 当然 尼鳅小公主 可是很有名的 尼鳅小公主是怎么回事 仙童慌了 少依神君 怎么能跟公主这样开玩笑 她可是那个可怕的 竹阴式的公主啊 熟料公主竟然一点也没生气 反而充满趣味地望着少依神君 原来 我这样有名了 对了 少依师兄 为什么会在这里 少依神君用袖子 优雅地挡住 一个脱口欲出的喝酒 声音里带了几次慵懒 童景殿最安静 离钟楼也近 点卯敲钟后 我时常来这里睡会龙觉 哦 这样子呀 玄义理解地点点头 替他续上一杯茶 少依师兄请 仙童无奈地看着他俩 谈笑风生 一派和谐 以后谁再说青阳室 跟竹音室关系不好 他就跟谁急 像是终于发现 野鹿仙童还在旁边处着 玄义好奇地问道 仙童 你怎么还在 我已经没事了 你去忙你的吧 仙童绝望地看了看 四周的冰天雪地 艰难地张开嘴 这 童景殿 公主 他把童景殿 变成了这样 他要怎么跟白泽帝君交代 玄义好心地提醒 这里不叫童景殿了 以后叫冰雪殿 你去吧 先生若是问罪 责任都在我 不要站在这了 仙童只有 默默留下一行眼泪 戳气着离开 少爷瞥见他胸前 小口袋里的花 不由笑道 哼 这朵花 倒是很别致 没在明星殿里见过 你从哪里猜的 少爷师兄喜欢吗 悬疑放下茶杯 轻轻抓起一团白雪 我也为你捏一朵吧 师兄喜欢什么花 少爷正要说话 呼听后方 喘来一个轻快的女子声音 少爷 悬疑扭过头 便见一个身着黄衫的女神 似蝴蝶一般 轻飘飘地落在满地寒冰上 圆圆脸 圆圆眼睛 容貌十分甜美 他一面疑惑地四处打亮 一面走过来 飘移的目光 先落在了悬疑身上 很快又移开 少爷神态慵懒地打了个招呼 一面道 小泥鳅 这是你十一世间 赤地最小的女儿 猎山市 岩小公主 小晚霞 这是竹音室的悬疑公主 今日新来的小师妹 小泥鳅 小晚霞 看样子 这位神君 很爱给女神取暧昧的昵称 悬疑公身行礼 岩霞师姐 有礼了 岩霞公主称怪地 轻轻拍了拍少爷一下 你怎么这样叫小师妹 她那么漂亮 哪里像泥鳅了 说完 她上前亲热地 挽住悬疑的胳膊 微微一笑 塞边浮现出两个 讨喜的梨窝 纸蜥师姐和妇罗师姐 都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现在来一个小师妹都这么美 成天见着这样的美人 我可真是越来越无敌自容了 悬疑笑得谦和 岩霞师姐 过奖了 她将手中的白雪 轻快地捏出一朵 轻利的勺药 含笑双手递给岩霞公主 望着她有些错愕的眼睛 柔声道 勺药轻力婉约 正配得上师姐的滋容 还望师姐 不要嫌弃 一席话 说得岩霞公主 目中流露出喜意 笑盈盈地将雪勺药 系在了胸前 谢谢小师妹 你真是心灵手巧 她转身又看向少姨 说话又快又清脆 听说今天来了新弟子 罗夫师姐他们 都在扶餐师弟院落里呢 可热闹了 我想着这会儿 你该醒过来 就过来同景殿 叫你一起去 谁知 这里竟变成这样 吓了我好大一跳 少姨懒洋洋地开口 我不爱热闹 你去吧 岩霞公主有些急 是妇罗师姐让我来叫你的 你也不去 少姨乌黑的眼眸 细虐又暧昧地递她一眼 她想叫我 就让她自己来 她不来 我为什么要去 还不如在这里 和小师妹喝喝茶 岩霞公主面上忽然微微一红 那我叫你去 你去不去 少姨轻笑着做事 在她圆圆的脸上 伸直一刮 是你想叫我陪你 还托着罗夫当街口 小丫头 岩霞公主娇称地翻她一个白眼 哪有 咪咪咪 好了 快走吧 她不由分说 拽着袖子就扯人 少姨失笑 慢点 衣服都要被你撕坏了 怎么不问问小师妹去不去 岩霞公主愣了一瞬 有些尴尬 她只顾着少姨 倒把新来的小师妹忘了 她赶紧笑道 对呀 小师妹去不去 师兄们都在 可热闹了 方才芷熙师姐和古亭师兄 还提到师妹你 叫我若见着你 便将你一同叫过去呢 悬疑寒笑摇头 多谢师姐相邀 我还有事 就不去了